后来宋朝不敢出击,李元昊也不进宫,双方就这么耗着。 耗了半年后,宋仁宗看了一下军费开支,一年3300万,差点没吓晕过去,现在耗着就要3000万军费,如果开战那得要多少钱,不得把国库都掏空了。 于是宋仁宗便产生了组合的想法,并采纳了支建院张芳萍的上奏,决定参考宋辽缠冤之盟的案例,向李元昊表示随怀之意。 然而就在宋朝准备与西夏谈判时辽兴宗耶律宗珍,却在幽州集结重兵,要求宋朝割让关难实现,并扬言,如果宋朝不答应,辽国就南下恭送。 得知消息后,宋仁宗赶紧派支支告傅毕前去辽国交涉。 后来傅毕给宋仁宗汇报了交涉的内幕,辽国是想趁火打劫,如果能讹到关难实现,当然最好不过,如果讹不到土地,能勒索一点银子不薄,辽兴宗也能接受。 宋仁宗知道了辽兴宗的底线后,便表示,可以把关难实现每年的赋税送给辽国,也就是在禅渊之盟的基础上, 宋朝每年再多给辽国十万匹捐和十万两白银,当然这笔钱也不能白给,辽国要出面调停宋夏战争。 辽国方面,辽兴宗见勒索成功,便前时与宋朝签署协议。 签署协议时,由于宋朝的年号是庆利,所以这个事件也被称为庆利增庇。 值得一提的是,宋仁宗和很多宋朝大臣在庆利增庇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软弱。 当时,复辽在辽国谈判,面对辽兴宗的多次恶意挑衅,复辽每次都是据理力争。 比如,在宋辽禅渊之盟的世书上,写的是宋朝每年赠岁必于辽。 到了庆利增庇,辽兴宗要求宋朝把赠改为现或者纳,对此复辽据理力争道,现纳只能用于宗主和藩国,怎能用于平等国家之间呢? 后来,就因为用赠还是用纳的问题,复辽留在辽国与辽史争了一个月。 然而,正当复辽为了宋朝的面子,在辽国据理力争时,宋仁宗为了尽快签署协议,竟然自降身份,同意在世书上用纳字代替了原来的赠字,即承认遂臂是宋朝纳给辽国的,不是赠送的。 后来远在辽国的复辽知道的这一消息,颇有一种臣等正欲死战,陛下何故先祥的悲凉感。 所以,当他回朝复命时,直接谢绝了宋仁宗的提拔,并对仁宗说道, 臣初始只为国家利益,不为个人前途,臣恳求陛下增修五倍,勿忘国耻。 宋仁宗对复辽的直言很感动,然后扭头就把一血耻辱的事给忘了。 可以说,此时的宋仁宗满脑子只想着辽国尽快出面干涉,逼迫李元昊向自己称臣。 至于辽国对他的欺辱,他不在乎。 然而,就在宋仁宗把希望寄托在辽国撮合的时候,李元昊听从谋士张元的建议, 于天都山及左右乡兵十万,分兵两路,一路出彭阳城,一路出刘帆铺,前击镇荣军。 企图再右宋军出击,拒歼之后直接冲入关中平原,拿下长安。 实话实说,李元昊的这一步棋虽然冒险,但一旦成功了,回报也很大。 因为宋军当时压根不知道西夏军的行军路线和攻击目标,只会固守保战。 殊不知李元昊的主力已悄悄逼近同关。 后来,虽然李元昊拿下关中的战略目标,因为范仲淹率部增援而落空, 但在定川寨,西夏军还是取得了歼灭两万宋军的大劫。 定川寨之战大败的消息传到开封后,宋仁宗直接蒙圈了。 自宋夏战争以来,宋军一败三川口,二败好水川,三败定川寨。 如果宋军只是一次战败,那还可以说是运气不好。 但连败三次就真的是实力问题了。 而实力问题又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。 那得练兵,那得给武将放权,那得面临数不胜数的公文和奏报。 本着过好一天算一天,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的宗旨。 宋仁宗随即下令议和,赶紧与李元昊签条约。 也不等辽国撮合了,也不管李元昊提什么条件了,只要李元昊愿意向我大宋称臣就行了。 李元昊那边与宋军三战虽然每一次都是大劫,但西夏军的损失也很大。 其实李元昊也打不下去了。 然而,看到仁宗急于议和,李元昊就觉得有竹杠可敲,便狮子大开口,表示称臣是不可能的。 我不仅不会称臣,你宋朝每年还要给我十万匹捐,加三万斤茶的碎币。 另外,你宋朝还得割地,解除严戒,允许我自立年号。 见李元昊如此嚣张,寒棋复辟等人站出来强烈反对议和。 表示,如果连这种给西夏当孙子的协议都能签,那还如何去面对列祖列宗呢? 可是,面对李元昊开出的架码,宋朝的忠书居然同意了。 忠书的一般大臣一致认为,李元昊既然不愿称臣,那就别勉强他了。 忠书这时候只想西式宁人,早点罢兵。 见忠书如此窝囊,寒棋又站了出来。 当着宋仁宗的面,怒斥满朝文武的无耻。 你们连这种条件都能同意,就不怕辽国见我们软弱无能,也趁火打劫吗? 前面说了,宋仁宗耳根子软。 一开始,宰相兼书密使艳书建议他同意李元昊的条件,他点头表示可以。 但听了韩旗的话,他也觉得很有道理。 西夏不称臣确实是个隐患。 辽国可能会因此而额外索取名分,甚至再起纷争。 李元昊见宋朝软弱,这次即使谈和了,以后也肯定会搞事,然后继续狮子大开口。 所以宋仁宗便驳回了中书的建议,表示给钱给物可以商量,但李元昊必须称臣。 后来见宋朝态度坚决,李元昊便稍微降低了一点条件,表示可以称臣,但宋朝必须要把碎币增加到25万,并重开边境的确肠贸易。 看到这个条件后,宋仁宗虽然觉得给的确实有点多,但为了尽快停战,他咬咬牙最终还是同意了。 公元1044年5月,李元昊上市表称臣,对宋朝取消帝号,由宋朝册封为夏国主。 作为称臣的回报,宋朝则每年向西夏赐白银7万两,茶3万斤,捐15万匹。 这个事件,史称庆历合议。而随着庆历合议的达成,历时近五年的宋夏战争也就此告一段落。 关于庆历合议的性质,不客气地说,这就是一个城下之盟。 李元昊除了称臣没有任何损失,即便是称臣这一条,李元昊也没有做到。 因为宋朝使者到了西夏后,连新庆城的城门都不让进,李元昊根本不见宋使,这算哪门子的称臣。 至于说庆历合议让宋夏维持了二十年和平,其实也是牵强之刺。 因为庆历合议后,西夏二十年没有入侵,并不是合议起到了作用,而是合议不久之后,李元昊就死了。 怎么死的呢?事情经过大概是这样的。 李元昊向宋朝称臣后不久,就与辽国爆发了战争,辽兴宗亲征西夏,先胜后败。 战后李元昊志得意满,认为宋辽都被自己击败,自己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。 于是他就飘了,把给宋朝国书中的南邦尼定国物族恼销尚书父大宋皇帝,改成了南邦尼定国物族恼销尚书父大宋皇帝。 原话的意思是西夏国主尚书大宋皇帝,修改之后的意思就成了西夏爸爸尚书大宋皇帝。 宋廷收到国书后,当即就炸了锅,不少大臣气得是咬牙切齿,但又无可奈何。 毕竟宋军在战场上确实拿西夏没辙,但这口恶气也不能咽下去。 于是就有大臣建议,咱打不赢可以使阴招啊,用离间计破坏夏廷内部的团结,把场子找回来。 宋人宗认为这个建议可行,便吩咐下去,谁能除掉李元浩身边的心腹大臣,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,只要除掉,朝廷都重重有赏,升官进决,绝不亏待。 朝廷的意思传达下去后,北宋名将崇世衡便想出了主意,他利用党项族分成几部,各部落首领与李元浩之间没有绝对君臣臣服的关系。 且李元浩又疑心较重的情况,就派了一个叫王松的和尚到膝下做卧底,成功让李元浩杀掉了身边的两个心腹大将,冶力旺容和冶力玉琪。 李元浩闲不住在国书上占北宋的便宜,北宋使离间计除掉了李元浩的心腹将领,大家都有损失,扯平了,事情也就告一段容。 但不想李元浩是真喜欢折腾,他杀了冶力玉琪后,无意中又看上了冶力玉琪的老婆墨葬氏,不仅暗中将其发展成了自己的情人,还与其生了一个儿子,也就是后来的夏义宗李亮作。 后来,李元浩与墨葬氏暗中苟合的事情,被皇后冶力士知道了。 冶力士是冶力玉琪的妹妹,李元浩杀了她的哥哥,她本来就窝火了,现在,李元浩又跟她的前嫂, 老子墨葬氏搞在一起,还偷偷生了儿子,她就更恼火,对李元浩更不满了。 不过,冶力士只是个父道人家,况且娘家两个带兵的哥哥都被杀了,她想报复李元浩也没有能力,于是在郁闷之下,冶力士也就只能是终日以泪洗面。 闹剧发展到这里还没完,重点来了。 冶力士有个儿子叫宁灵格,是李元浩策立的太子,见自己老爸在外面养女人,宁灵格本不想管这事儿,毕竟他是太子,只要能继位,总有一天可以帮老妈出头。 但李元浩太能作死了,他见宁灵格的老婆,也就是他的儿媳妇墨仪式很漂亮,就将其纳为了妃子。 并且他在寡妇墨葬氏耳边风的影响下,居然动了废处宁灵格,让李亮座继位的念头。 这一下宁灵格坐不住了,宁灵格知道,古往今来废太子有几个是善终的,自己多半是活不了了。 为了保命,他便傻乎乎的找到了老师墨葬鹅旁,求其给自己纸条明路。 为什么说是傻乎乎的呢?因为这个墨葬鹅旁不是别人,正是与李元浩私通的墨葬氏的哥哥。 他见宁灵格找到自己,便说,夺妻这事儿你要能忍,你还是党向男儿吗?你还有血性吗? 以后你怎么有脸做西夏皇帝?谁夺你媳妇儿,你就去报仇,亲爹也不能例外。 再说,你是太子,你把陛下杀了,你马上就能继位了,何乐而不为呢? 于是在墨葬鹅旁的忽悠下,宁灵格就傻乎乎的带着部下冲入了皇宫。 进宫后,宁灵格直冲李元浩的寝宫,正好看到李元浩搂着自己的媳妇儿墨一世喝酒,这一下心愁旧恨全上来。 红了眼的宁灵格二话不说,冲李元浩就是一刀,李元浩喝了酒,头脑不清醒,躲得慢了点,脑门躲开了,鼻子没躲开,结果鼻子被宁灵格一刀砍掉。 砍伤了李元浩后,宁灵格跑到墨葬鹅旁的府上,说李元浩的鼻子被砍掉了,现在脸上扑扑的往外喷血,应该是活不了了。 你赶紧拥戴我为新军。可让宁灵格万万没想到的是,墨葬鹅旁早就有两手打算,两边压宝,不管哪边赢,他都是胜利者。 如果是宁灵格把李元浩杀了,他就以谋反罪名杀掉宁灵格,立自己妹妹墨葬氏生的李亮座为西夏新军。 李亮座只是个小孩,墨葬氏又是女流之辈,届时西夏的大权,还不是由他来掌控。 如果宁灵格刺杀失败,他也无所谓,反正宁灵格死了,太子肯定轮到李亮座,他也就是多忍几年。 忍到李元浩去世,他再拥立李亮座,也能大权独揽。 所以,当墨葬鹅旁听说李元浩死定了后,立刻翻脸,指责宁灵格大逆不道,把宁灵格当场杀害。 至于李元浩因为鼻子被砍,血流不止,没过多久也咽气了。 临死之前李元浩立下一命,让自己的从弟伟格宁灵继承大统。 他认为李亮座还小,肯定守不住基业,动荡局势下,必须立成年人为君主。 但李元浩的一命却被墨葬鹅旁直接给撕了。 墨葬鹅旁召集满朝文武说,咱们大夏从来都是父死子继,没有兄中弟级的规矩。 伟格宁灵不是先帝的儿子,凭什么让他继位?现在先帝不幸归天了,我外甥李亮座就是现成的继承人,由他来继位,你们谁有意见? 墨葬鹅旁不仅是宁灵格的老师,还是西夏的宰相,权势一向很大。 他坚持立自己妹妹生的孩子做接班人,而且李亮座也确实是李元浩的儿子,其他大臣见此情况也不敢有什么意见,于是乎当时还不满两岁的李亮座就被扶上了大位。 李亮座继位之初因为年幼还在吃奶,显然不能处理朝政,如此以来墨葬氏就顺理成章的当上了皇太后,墨葬鹅旁也名正言顺的继续担任国相,总揽西夏朝政。 而这对兄妹没有李元浩的本事,不敢蓄意挑起战争,所以直到李亮座成年以前,西夏都没有入侵宋朝,但是随着李亮座慢慢长大,他也像李元浩一样不满向宋朝称臣,宋夏战争也随即再次爆发。 可以说宋夏庆历何意,远不如宋聊禅渊之盟那般稳固,宋夏之间打打停停,庆历何意往往也难以落实,形同废纸。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,花钱买和平从来都不靠谱。